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的真理之所以震撼人心呢 是因为它太真实了 你们稍微思考一下真实是什么意思 真实就是很真实 但是你怎么去体会它的真实 有的时候它很真实你体会不到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体会它的真实呢 这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个 如法思维就很重要 如法思维 怎么如法思维呢 就是你怎么去体会佛法的真实呢 有一种当然是你正业嘛 对不对 你自己实践正业 你体会到它是真实不虚的 好 这种体会我觉得会是一种鼓励 但是注意听我下面讲的 但是单单靠这种体会 不足以证实佛法的真实 单单靠你局部的片段的 实践体会佛法的这种体验呢 不足以证实全部佛法的真实 因为等于说是 你是在几个例子上面 体会到佛法是真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一个严密的 一个证明的过程 我不可能用几个例子去证明它 对不对 好 所以佛法真正的真实 实际上要透过如法的思维 好 去思维观察 你才会确认它的真实 怎么确认它的真实 这个概念其实 以前常常讲 如果我们顺的这个 适量论 经论的内涵来讲 佛法为什么真实 对我们凡夫来讲 为什么真实呢 我们凡夫如何体会佛法的真实呢 好 那适量论上面 适量论上面会说 好 那因为佛陀说的法 因为佛语呢 好 或者说 宣说佛语的佛陀呢 好 他是一位这个 这个限量跟比量 都不能防难的正量师傅 限量跟比量都不能防难的正量师傅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呢 先来解释量 量就是这个正确的心事 那如果用经典上的定义讲 叫做不期狂的心事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不是叫心正而不期狂的心事吗 第一次正的心最新 第一次正的而不期狂的心事 比如说 如果说我的心对这个杯子的认识是个量的话 那个量就是说 我 我先讲什么叫不期狂 不期狂就是 这个境界如何显现 我的心就如何认识 没有任何不服顺的地方 不能说境界显现 它是银色的 我的心把它认识成黑色的 那就有期狂了 懂我意思吗 我要解释到这里你才懂 我刚刚解释到这边 讲到银色黑色你们才 哦哦这样子 他以为我刚刚没有讲银色黑色之前 你们就懂了 好 不期狂就这个意思 境界它是怎么显现的 我的心就怎么认识的 这就是不期狂 心正什么意思 当我这种状态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心 第一次出现 当我这种对境界不期狂的认识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的那个心叫做量 这叫心正不期狂的认识 对不对 但其实这是进步中的 进步中的见解 就是比较下部派的见解 那上部派的见解里边 比如说在映成派的见解里边 映成派的见解里边 他就把心正两个字拿掉 只要是不期狂的心 他都叫做量 不期狂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正确的心态 境界是怎么显现 他就怎么认识 没有任何期狂 好 所以先讲什么叫量 正确的心态 不期狂的心 正确的心 好 那 那 限量呢 限量就是你 不用经过思维 直接透过你的 眼耳鼻舌声去感受到的 那个是 那个正确的心事是限量 比如说 好 假如今天给你一个糖 对不对 你吃到它的当下 好 甜的 然后你是身心正常 你舌头没有什么毛病的 你吃到它的当下 你感受到那个糖的甜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一种限量 你眼睛看到了 你耳朵听到了 没有听错 没有看错 好 那就是你的限量 好 那比量呢 比量 简单的讲 就是正确的推理 正确的推理 不是错误的推理 好 那所以什么叫限量跟比量 不能防难呢 就是呢 佛陀呢 所有的人 用尽他所有的办法 好 他的眼耳鼻舌声的限量里面 找不到佛陀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然后他所有人类的 所有的正确推理当中 也找不到佛陀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就是没有人能够用他的限量 来成立佛陀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也没有人能够用他的比量 能够成立佛陀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时候我们才成立佛法是真实的 佛法是真实的 有人说不见得啊 如果他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本来应该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啊 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这个又是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如果你是绝对真实 没有任何错误的 那你一定是限量比量 不能防难嘛 对不对 如果限量防难 我发现你在逻辑上 有前后相伟 就代表你不是绝对真实的嘛 如果比量有防难 就是我从逻辑上 我检查出来 你有前后相伟的 对那就代表你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那如果限量有防难 大家都看见 正常人都看见太阳是从东方出来 然后你一定要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他就跟大家的限量有防难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你是绝对真实的话呢 限量跟比量不能有防难 限量上面找不到你前后矛盾的地方 比量上面也找不到你前后矛盾的地方 但反过来讲 如果限量上面找不到你前后矛盾的地方 比量上面也找不到你前后矛盾的地方 也不一定代表你绝对真实 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本来是绝对真实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 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因为佛陀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我们就成立它确定真实不虚呢 为什么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那个重要的理由稍微深邃一点 那我讲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人类历史经验里面 通过限量比量不能防难的只有佛陀 人类所有的历史经验里面 通过限量比量不能防难的只有佛陀 那你除了信他你还信谁 除了他以外 其他都是限量比量可以防难 你要信你自己吗 你能做到限量比量不能防难吗 不可能 你对那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所以只有那个一切自制的佛陀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全面完整正确的认识 然后他又完全限量比量都不能防难 那是人类历史上面 唯一通过这样考验的人 所以我们当然只能信他 然后你先信了他对不对 然后你在学习的过程里 从很多的例子很多的经验当中 你体会到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你就可以越来越确定他的真实 所以前面那个用限量比量检查佛陀 都没有办法防难佛陀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事实上法师啊 他们在这个我们的北美道场啊 在这个毕道啊 他们这么认真的学习五大论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透过五大论的学习 学习到严密的教理之后 就可以确定佛陀 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那时候对佛陀的信心是完全不一样 好 然后建立了这个信心之后 然后再按照佛法去修持 一步一步的自己去体会 佛法在自己身心里面真实的作用 才会说佛法太真实了 好 所以再说一次啊 佛陀的真理呢 我们是在逻辑上跟在事实上绝对找不到前后相为处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也是人类历史经验当中唯一通过这样考验的人 可是佛陀的真理呢 不仅限量比量不能防难 而且又是佛陀用他多生多结以来 关注一切众生的那种悲悯心 跟他刚刚讲的了达法界一切缘起 测见一切的这种智慧 一切辩制 一切自制 他用他这么无比的悲悯心 跟用他这样子殊胜圆满的智慧 请成奉献给所有众生的 所以他震撼人心 他无比的真实 然后把他送给我的人 又有无比的悲心跟圆满的智慧 然后完全舍弃他自己的 不顾一切的捧到我的面前 所以他震撼人心 就跟真如老师以前讲的嘛 说我们在汉地 本来一句藏文也不懂 然后这个 中大释教法不要说没有学过 就根本以前连中大释教法的名字 都没有听到过 可是呢 师父却双手捧着广论 捧着中大释教法 送到我们面前 好 所以他把这么真实的 珍宝 请成的 用他的最赤诚的心意 完全不顾惜他自己 用他的智慧跟悲心 双手捧的送到我们面前 所以你认真想 其实会震撼人心 你认真想 其实会震撼人心的 好 所以我说当初师父 汉地没什么人认识广论的时候 这个汉语系的世界 没有什么人认识广论的时候 他坚持要弘扬 好 又坚持把这个 能够学习跟建立 中大释教法 五大论学知的这样的生团 这样建立起来 好 那个都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超乎一般人的理解 好 然后又指定 真如老师来接棒 带领生团 带领整个福祉团体 今天大家都看到 他显现出来的 无比非凡的这个 效果跟作用 这时候你想起师父当初在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 那种坚持 那你会不会震撼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震撼人心 我会不会震撼的 震撼人心 一般人能够 一般人能够 我会震撼人心 一般人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